文佛音 见佛法 大家好 感谢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 汪参法师曾开示说 从前我们有一个老法师 他讲经的时候缺少原法 出来讲经头一天还不错 听的人很多 最后一天比一天少 最后经还没讲到一半 听经的人没了 他就不讲了 没人听他讲给谁 这叫无缘 他就很傲丧 很惭愧 他的另一个老道友跟他说 你现在还有没有钱 钱没有 有没有衣单 衣单还有 衣单就是衣服 这都算是衣单 把它卖了 换成钱 换成钱了干什么呢 买小米 卖几口袋小米 让人过个小车拖到山上去 买山地下 想完了 那个老道友比他神通大一点 说 你现在爸讲 重新学习 二十年后再讲 卖成佛果 先见人缘 他过了二十年在讲经 听经的人很多很多 但是没有老年人 没有中年人 都是二十来岁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度的那一般众生 你跟他有缘把他救了 所以你讲经时 听的人就多了 这就是卖成佛果 先见人缘 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 要先射受他 所有你遇着的生物 不要轻视他 他有佛性 他能遇见你 你给他念经 念咒都可以 不会念 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都是一样的 那就把他度了 近代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渠州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名叫王欣 王欣父亲早逝 只剩他和母亲生活 好在他们家里还有十亩地 靠着这十亩地 每年重点庄稼也够生活 王欣的母亲和世 是一个勤快 善良的女人 她性格和善 从不与人争论 虽然是寡妇 可是在书国的庇护之下 过得还可以 她本来一心希望王欣 能靠读书出院头地 可是王欣这个孩子玩心重 每天只知道和村里的牛二 张金等人下河桌下 何氏也曾苦口婆心地说过 可是王欣心子也惯了 实在是静不下心来看书 后来王氏也就放弃了 这一日 王欣约上牛二和张金 去葫芦潭玩睡 葫芦潭就在村子往西 走三里地的地方 潭水绿油油的 神不见底 三个男孩子都讨厌 张金就对牛二和王欣说 谁要是能潜到底 捡块石头上来 我就请她吃一斤酱牛肉 牛二性子冲动 普通一声 一头扎进了水里 过了好一会儿才摸出头来 但是显然她没有潜到底 她嘟嘟嗦嗦地说 这潭水太深了 底下水太凉了 王欣也爱玩 她笑着说 我不信 等我去捡一块石头上来 王欣说完也猛地扎了下去 过了很久 水潭里一点东西都没有 张金和牛二迷迷相取 他们心里害怕王欣出事 她可是王家的独苗 要是出事了 王欣母亲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就在张金和牛二慌张地 准备回寸礁人时 王欣却从很远的地方冒了出来 张金和牛二赶紧向她招手 大喊着让她游过来 可是王欣却只若网闻 只见她呆呆地滑动着双手 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 张金和牛二生怕她出事 赶紧跳进水潭 游过去将王欣架到岸边 王欣却怎么呆了 说话也不会理人了 牛二和张金赶紧将她送回了家 何氏一看到刚刚活蹦乱跳的儿子 现在变得痴痴呆呆的 心里又急又慌 赶紧让叔伯去镇上请了郎中 郎中回来看了以后 说王欣应该是受到了惊吓 但是郎中也没有办法医治 只是给她开了一副药 让她慢慢养着 何氏哭得死去活来 牛二和张金特别内疚 就对何氏说 王欣出了事 我们俩就是您的儿子 以后给您养老送终 何氏并不埋怨这两个人 她只说这都是王欣的命 从那天起 王欣每天都在家里呆呆地坐着 她会吃饭 会方便 但是除了基本的生活外 其余时间都是呆呆地 坐在家门口的那棵大槐树下 这一天 牛二去镇上赶集 在集市上 她看到很多人围着一个白胡子老头 这个老头穿得破破烂烂的 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 不过脸上的胡子很干净 看起来有些奇怪 老头的脚边放着一块青石 青石下面是一只脸盆大盆大的山龟 原来这只山龟竟然妥着青石 旁边围观的人问 老先生 你为什么要让山龟 妥着大石头呢 不怕把他压死吗 老头捋了驴胡子说 不让他妥着 他还不跑 牛二心里想 这老头可真能吹牛 一只乌龟能跑多快 牛二正准备扭身离开 老头却说 这只山龟是老朽化了半年才钓到的 可以治百病呢 牛二心里虽然觉得老头在吹牛 可是他听到老头说 这山龟能治百病 也心动了 因为他的好哥们王欣 此刻正患了吃啥的病 他赶紧挤上前去 对老头说 你这个乌龟买多少钱 老头伸出了两根手指头 说 二两 二两银子对牛二这种 你腿杆子来说是巨款 牛二想来想去 只能去找张金要钱买乌龟 张金家里开了两个部装 生意还不错 牛二就对老头说 那你等着 不要卖给别人 我回家取钱来买 牛二说完 一路小跑去了张金家里 他将事情告诉了张金 张金一听拿着银子跟着牛二去的急事 牛二和张金毕竟还年轻 听老头一顿说 他们也信了这大山龟能治百病 张金拿了银子给老头 将山龟装进背楼里 背到了王欣家里 此时王金照例坐在大槐树下发呆 见到牛二和张金 他也不打招呼 牛二将大山龟放进木盆里 准备将它煮了给王欣吃 可是这山龟仿佛害怕了 缩在壳里 他们不知道怎么下手 张金就说 干脆我们直接放进锅里煮吧 煮煮他就熟了 这时大坏树下的王欣 突然朝他们走了过来 直勾勾地看着大山龟 说 你们要煮他 牛二说 是啊 煮来给你吃 你的病就好了 王欣却忽然抱起木桶 说 不 不能煮了他 他好可怜 牛二和张金赶紧上前去抢木桶 但是王欣却怎么也不撒手 他虽然是个傻子 但是却跑得很快 两个人怎么也追不上他 很快天就黑了 下地干活的和氏也回家了 牛二将事情告诉了和氏 还让和氏劝王欣把山龟主来吃 和氏听完转身进了屋子 他拿出二两银子塞给了张金 说 伯母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 为了王欣的事辛苦了 这些钱拿给你 说完 和氏就将牛二和张金退出了门 两人走后 和氏走到王欣跟前 对他说 你觉得乌龟很可怜是不是 王欣点了点头 和氏说 那我们就将他放了吧 王欣同意了 他们母子俩连着筒 去了村里的后山 将山龟放在了山林里 山龟扭过头来 看了看王欣和和氏 然后慢慢吞吞地爬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 王欣早早地爬了起来 他给和氏煮了米粥 还把家里打扫干净了 和氏起来才发现 王欣已经恢复了 原本聪明伶俐的样子 他顿时心情若狂 牛二和张金听说以后 也到了王欣家里 二人原本以为 是喝了山龟汤的缘故 结果听说 王欣并没有吃那只山龟 而是将他放生了 二人不由得嘖嘖称奇 王欣恢复以后 到相识编了个人 他开始努力看书 每日只睡两个时辰 也不再和牛二张金出去玩了 到了他二十岁这一年 他终于考上了秀才 又苦读了五年 终于考上了举人 朝廷将王欣外放做了宪官 为了照顾刮目 他将和氏也结在了身边 每日侍奉在侧 非常孝顺 后来王欣娶了张氏 张氏使大家闺秀 直出达礼 性情温和 一家人过得很和睦 和氏整日寒衣弄孙 性情非常好 只可惜 到了六十岁这一年的一天夜里 他忽然觉得心悸 没来得及请郎中 就去世了 和氏去世 王欣和张氏都非常伤心 但是再伤心 也得准备和氏的后世 王欣匆匆忙忙买了棺木 给和氏穿戴整齐后 停留在府中 张氏一件丈夫太过操劳 就让王欣去休息 王欣往床上一躺 很快就浑睡过去了 正睡着 忽然觉得门被风吹开了 一阵凉风吹得他后背发凉 王欣爬起来准备将门关上 却看见门口爬着一只大山龟 这山龟正伸着脖子 仰着头望着王欣 你母亲不能埋 大山龟口吐人言 从来没听说过大乌龟能说话 王欣吓了一跳 一摸自己的额头 才发现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原来刚才是在做梦 王欣想起 梦里的大山龟 正是早年前 自己和母亲救下的那一只 他对乌龟的话讲信讲疑 就去了灵堂那里守着 到了第二天 来帮忙的人准备将和氏 抬到坟地下葬 王欣心里还是想着大山龟的话 心里隐约觉得和母亲有关 他想打开棺木 大家却都劝他 人死如灯涅 又让老人家路土为安 王欣却还是不顾中人的阻拦 打开了棺木 结果棺木里的和氏 竟然呼吸圆衬 面色红润 王欣赶紧让人请来了郎中 郎中诊霸以后说 和氏昨天只是暂时休克 幸亏王欣执意打开棺木 否则下葬了 一切都晚了 郎中用了一副药 和氏就醒了过来 王欣对郎中千荣万谢 和氏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 身体也慢慢恢复了 听到王欣说 梦见大山龟的时候 和氏觉得惊奇不已 后来和氏又活了二十多年 到了83岁这一年 才无疾而终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